一卡在手 说走就走 加拿大的护照你知道有多香吗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持牌移民顾问世警思 这里是real Canada 有聊加拿大 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士 都会寻求海外的资产配置 并且在国外获得兼顾共鸣的身份 或者是拥有居留权 拥有不同国家的护照 就相当于拥有不同的身份和权利 那么世界各国的护照 都有多大的含金量呢 不要走开 看完这个视频 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于 加拿大的留学和移民的知识 点赞关注加转发 那么视频的最后 也会给大家送上非常实用的 加拿大移民留学的全套资料 记得向我领取 现在啊 在什么领域都喜欢搞个排名 连护照啊 都有不止一个排名 有个比较权威的 叫做亨利护照指数 那他是根据护照 谁有人不需要签证 就可以前往的目的地的数量来排名的 那么他最近就发布了 新的各国的护照排名行 第一名就是日本和新加坡 那他们拥有192个免签和陆地签的国家数量 德国和韩国是190个 排名第二 第三呢 就是四个欧洲国家了 包括芬兰 意大利 卢森堡和西班牙 差别也不大 189个 加拿大的护照排名第七 185 咱们中国是72位 有79个免签和陆地签的国家 当然啊 看一个护照的含金量 不能只看到的免签国家 是否便于出境的流动指数 还有是否吸引投资者的能力 那我们也称为投资指数 那还有就是生活环境 也得纳入到他的考量之中 那么从这三个方面 综合考虑的话 各国护照的表现又如何呢 那刚才所说的流动指数 是利于旅行和出国的 而很多选择办理海外身份的 都是投资人 也会考虑 这个国家护照 是否可以自由的开展厌恶 并且享受优惠的税收计划 那么针对这项指数而言 加拿大就凭借它 较高的国民收入 和优惠的创业指数 排到了世界的第11位 那除了考量海外的资产配置 以及护照的流通性 目标国家是否移居 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生活的质量指数排名 根据不同环境 可持续性 生活成本 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 以及个人和政治的自由度来评分 那么在生活质量的排名当中呢 加拿大是仅次于瑞典 芬兰丹麦 三个欧洲高福利国家 位居第四位的 那这个排名 我们也是可以预料掉的 毕竟加拿大的可持续发展 自由的水平 幸福的水平 和移民接受的程度 一直也都是公认的高 知道加拿大护照 在各国护照中 这么有含金量 那么该如何去申请呢 那么想拿到加拿大的护照 首先得分两步走 就第一步 要拿到它的封业卡 申请前 在加拿大要待满三年 而且拿到封业卡前呢 你的学习和工作时间 也可以按50%来计算的 所以也就是说 拿到封业卡后 再居住满两年 就可以申请入籍了 那么由于最近啊 国际的疫情的政策放松 越来越多的人 恢复了国际出行 加拿大的移民部也表示 要简化这个护照的更新手续 以便让民众可以更方便快捷的 更新护照 那申请人不再需要担保人了 也不再需要递交公民的身份证件 等其他证件 只需要将两张照片 和两封揭照信 填好表格 申请费交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只要你年满18岁啊 拿到封业卡 满足居住要求 没有犯罪记录 有一定的音乐和发言能力 你就可以申请加拿大的护照了 拿到护照之后 再想去哪个国家 基本上就可以做到 说走就走 听听是不是很爽啊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加拿大的移民留学 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欢迎通过留言或者私信 来和我联系 同时我还给大家送出一个 加拿大移民留学的全套资料 里面有加拿大移民留学 各个项目的介绍 打分表 警觉职业 原要求等等 大家可以看屏幕上的提示 来向我们允许 我们下期的有料加拿大 再见 再见